我就跟日本的組織分享 其實台灣在整個成長的階段 甚至我有的時候跟全台的大領導 我們在聊天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都會問說其實當時候 當我們加入的時候 我們雖然我們想要夢想的這一天 我們也希望這件事情來到 但我們真的有想過現在會是這樣子的規模嗎? 或者是連續兩年拿到這項第一的這樣子的業績嗎? 其實我們跟我沒有想過 意思說什麼?意思說雖然我們想 但是我們當時候的情況 我們只是默默的把當時候 我們所有能夠做好的每件事情 盡力的把每件事情做好 然後從這個過程當中 很完整的發揮當時候我們現有的力量 當時候我們有多少力量 有多少公司 當時候國際是什麼組織情況 國際是什麼力量 我們就盡量把我們的力量用權 用氣 用完整 然後等待別人 那些目向的種子 所有的來觀察我們 來看我們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的堅持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迎來爆發的時間點 每一個人身上都不一樣 有些人迎來的時間點快一點 有些人迎來的時間慢一點 慢一點 有些人迎來的時間可能需要拉長比較長的時間 不過最終最後只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完整的執行 甚至把所有的力量發生 應用在自己本身身上 然後最終最後都會迎來組織爆發的時間 為什麼當時候我要跟日本的這些領導人分享這個過程 因為他們這一次就是一個獎勵的旅遊 來到了台灣旅遊 然後來民口總盤等等 剛好我在五月的總盤 然後我就下去了這個辦公室 是到一個路程組織的會議 然後我就上去談 我就分享 所以當你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當你們來到台灣這裡的時候 其實此行最大最大的重點 就是好好的玩 玩到什麼 玩到讓人家羨慕沒有來的人 讓人家羨慕是一個活動 甚至讓那些旁邊身邊裡附下的那些種子 那些可能還不想加入的這一些人 看到你做一個行業來到這裡 時間自由 發現到你來這裡是開心的 所以你來到這裡是快樂的 勝過你自己本身現在擁有的高收入 高收入還沒有達成之前 我們能夠介意的就是 現在自己本身所有的狀態在忙 所以如果當他來到這裡的時候 身邊的人我們分享了一輪 其實他們不是不相信也不是不加入 只是他們還在觀察 所以當他觀察到你的狀態 發現到你大部分的分享表情 甚至是發現到你自己的生活 可能出去沒什麼壓力的 每天都是好像我最近這樣 用文化在掛在嘴邊的 然後或者是掛在身上 然後他看到你的過程裡面 發現到你如果那個笑容不見了 每天看起來很煩 每天看起來壓力很大 每天看起來不開心 每天看起來好像少了過去的那種熱情 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態 其實我也不想要加入美公司 哪怕那間公司再賺錢也很恐怕 所以這個經驗也發生到我自己本身個人自造 前期有當時後在我加入的過程當中 應該只有我跟現在的新加坡總經理艾娟 還有包含現在的東亞的總監我們的Ari 當時我們台灣的所有的情況 在後面的我們的同事還沒加入之前 就我們三個人 三個相依為命 相依為命 三依為命 這樣比較貼切 三依為命 就是不管什麼事情大大小小 知情所有的東西 就是我們三個 那個時候我也幫不上什麼忙 就是當時要來看加入沒有多久 主要出力的都是他們兩個 我就盡量在旁邊 能夠幫忙多少我幫忙多少 所以當那個時候其實已經自己有感覺 就是事情好像怎樣都做不完 就是事情好像怎樣都處理不完 事情怎樣都做不完 然後每一天的狀態都是在那種很高壓緊繃的狀態 所以當時我的練習其實就想說 哎呀這個平台這麼好 給了那麼多機會讓一個新人有舞台可以發揮 有地方可以練習 那時候我就很想要 很想要怎樣 就是開始影響一些我自己本身身邊的人 看著他們的過程當中也需要一個機會 只要當他需要一個機會 我見人就打 只要我的朋友裡面他們也有人一直 我就說哎還是你要來我的公司上班 就是那種很自發性的想要影響別人 進來瑞瑞這間公司 可是我發現到越談越沒有 越談越沒有 就慢慢慢慢慢慢 朋友開始都不接我的電話 我發現到平常的聚會裡面 甚至他們也不會邀我了 甚至整個過程當中慢慢那個 平常有一個共同的幾個人的群組裡面 我發現到那個群組本來每天都很熱絡 裡面的非話大概每天都整百句的那種 慢慢的一個群組廢話也沒有了 你為什麼 可能因為我在裡面嗎 我不清楚 可是當時候我就遇到這個東西 然後我當時候就去找答案 找到什麼答案呢 當時候我們就說 有聽到一個女秀學訓會裡面 曾經的一個分享嗎 就是我們要先成為別人羨慕的對象 我們要讓我們自己本身 所有的一切是別人羨慕的對象 所以那時候我把我自己本身 所有的生活狀態 生活狀態指的就是 在裡面會很常 這裡飛 那裡飛 甚至是需要去到哪裡 對吧 我就開始在紀錄我自己本身的生活 然後把我的心情調整 當時候雖然我在很高壓的情況 雖然我面對很多問題的情況 可是不管只要有出現 有機會只要在我身邊的人 包含我的家人 面前 包含我另外一個面前 我絕對不談消極的 我每個時刻都是滴哈哈 每個時刻都是成為了人家 開心的那個對象 然後我所有的東西就放在外面 工作的東西就放在我自己的身上 對外人 我都是講那些開心的事情 比如說當雖然我們去到馬來西亞 名無我這個馬來西亞的行程裡面 可能三天的領修學訓會 也就回應整個三天的行程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在會場 然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忙著準備會議 跟會議當天氣起 雖然是這樣子的出國氛圍 在我的口中你知道要變種嗎 在我的口中裡面變馬來西亞 見到的東西有多特殊 什麼食物很好吃 然後我一直在描述那個榴槤 我就描述那個榴槤盤了30分鐘 跟他們講馬來西亞的榴槤 就是跟台灣的榴槤不一樣 可是我的話題不會圍繞在我的工作 我會借力 把我現在說的生活裡面的美好的全部的部分 然後就一直談那些美好的部分 我發現到越談越談越談 我以前曾經分享過的那一些朋友 幫他們去完下一個工作 幫他們去到了另外一個可能工作氛圍 沒有他們自己本身想要的 很多很多都回過頭來 問我說你上次說你們公司的工作是在做什麼的 這個時候當他錄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開始了解直銷了 這時候我就不會急著回覆他 我就開始請教當時候帶走我們的 我們的陳總TEN 我就跟他說TEN 這個時候怎麼回答 怎麼回答會比較讓他覺得比較好 然後TEN就給了我很多答案 給了我很多方式 然後我就慢慢慢慢開始 他越想知道 我就越神秘 我說沒有啦 最近就比較忙一點 有空跟台灣的時候 當時候幫我叫什麼 台灣的時候再見 然後我就看到我繼續在這樣的工作狀態裡面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所以其實在整個REA過程當中 後面我介紹進來的同事也好 在其他部門也好 在這個部門也好 就大部分的所有的同事 每一個 都是自投羅華 那那個自投羅華 如果沒有前面 他有前面 如果我沒有前面的這一個過程 我沒有顧下的這一些種子 讓所有的人來等待 來觀察我 然後讓我自己本身 所有的生活狀態 營造一個 讓人家羨慕的氛圍 讓人家覺得想要的氛圍 讓人家覺得想要的氛圍 讓人家覺得你在這裡得到很多的氛圍 他們又怎麼自投羅網 對嗎 對 所以他其實所有的東西 他其實是整個過程當中 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我想要把這個過程分享得這麼完整 是因為 最近到我本身的感受 就是 台灣整個上升的這個過程當中 最主要的 就是我們會完整借我們現在 所有已經發生的力 當時候 當我加入的時候 七年前 什麼都還沒有很成型 甚至也開始只有台灣過 台灣有開始有演繡別訓會 台灣開始幾個月可能會有一次的表王大會 開始有的時候 當時我知道他們都是很多都是第一次在台灣發生的 所以當還沒有發生之前 他們接種的全部都是以前在國際裡面 新加坡馬來西亞 國際現有的 所以當如果以前我們能夠建立那些沒有現有的 就能夠讓台灣有 甚至過後 這些前排的大領袖 每一個人 他們在接台灣發生的更完整的力量 去推動 去上升 最終最後來到現在我們講的台灣的規模 然後有的可能最近期這幾年加入的所有的領導 意思說什麼 意思說這個行業不複雜了 如果我們可以完整的借完接下來 所有已經現在在我們身上的完整的力量 去讓別人陷入 那意思說那些曾經我戶下的種子 曾經我分享過的人 才有機會發芽 或者成為一顆大樹 你們能懂嗎 所以這一次的一月的總行 一月的這一次的中年性的 我們講的國際性的活動在台灣 你能夠看得到 雖然它發生在台灣 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在過程當中 但它的上升比例 組織的變化 其實從這幾個月 三個月的觀察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它最主要的不一樣的來源是 對於你來說 這些活動好 國際性制造的力量也好 對你來說到底是什麼 所以迎接而來的主要 接下來我想要表達的 就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一個日月十五來 十五年來 以前的我們沒有參加到的 我們就先把它放到一旁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加入 我也不知道那個過程是什麼 以前那些可能當你加入的時候 你還沒有參加到的那些 我們把它放到一旁 重要的是 我們要讓自己本身親自參與在其中 並且感受這個完整的力量 讓我們的組織去到下一個階段 讓我們的夥伴 讓身邊觀察我們的人 讓他們有一個機會 攔下我們對吧 所以接下來六月份 不管發生任何的事情 對我來說它有兩個歷史性的 非常重要的時刻 其中一個歷史性的重要時刻 等一下我等著就交給你 今天 我 建立的我在日月裡面的幾個 重要的力量 來到了台灣 我也是在建立 就由跟他們來分享 但 我想要表達的是後面的 26號的這一場 建議你可以之夜 我一直跟很多領導人 表達一件事情 說我整個日月過程當中 我自己個人態度上面最大的轉變 最大的轉變 就是在四年前 當京都這一場的經營領隊之夜 當一個整個日本變裝舞會的整個過程 其實 雖然我加入幾年 可是當天的活動 當時我沒有參與 當時我還是公司的 只有經營職去到了 我們講的經營領隊之夜 當時我自己 經營領隊後面是看照片 但是他那個早上的時候 有一個拍賣會 當公司開始了 日月開 日月International 剛好有直播那個工藝的拍賣會 我 就是那個其中一個 用一個假賞號 躲在裡面看 我那心理導人看到那個 誰正在看 看到我也在看裡面 因為當時跟很多領導人配合 引起跟他們說 你們要去參加經營跟職業 參加經營跟職業 這個經營跟職業 接下來會是你組織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我跟很多領導人 這次跟他們配合執行 然後他們做到的時候 所以很替他們開心 也很替自己開心 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都飛去參加經營跟職業 甚至他們要辦什麼 便利裝 在他們完成那個當下的過後 他們還在跟我討論 就是他要辦什麼 要辦什麼 要辦什麼 然後閒聊 很替他們開心 然後他們就問我要辦什麼的時候 我想 公司還沒通知耶 就是機票還沒買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去 但是我不敢講 我就假設有 我內心裡面就開始找 找我要辦什麼 手機裡面存了很多圖片 覺得這個 這個很有笑點 然後當天辦這個應該很開心 可是當天 我沒有去 所以看著那個拍賣會的進行過程 跟晚上 我看到群組裡面有其他的同事 他們在變裝在享受的那個時刻 一個人坐在那個時候的宿舍 一個人坐在那裡的那個當下 我告訴我自己人生 如果改一次 接下來 還有這樣子的經營免隊職業 如果我沒辦法參加 我就不做 不是說拿這個去威脅的方式 是我給我自己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給我自己本身 一個很好的畫面 我給我自己本身一個很好的理由 我很好 很好的推動力 面對當時候我所面對到的 所以其實這個精英職業 也是最終最後 後來我能夠完成三天訓練不成 能夠成為立業的其中一個老師 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而那是我的推動力 這裡有很多老伙伴 這裡有很多老伙伴 我們有曾經一起公司的領導 這樣子的歷史性的時刻 它會再讓台灣 有另外一個高峰 它兩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就會發生在台灣 所以這是過去這幾天 我笑得非常開心的原因 我希望你們也能夠明白 我到底會生效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分享 自己本身的過程 自己本身的感受 能夠讓你 在整個過程當中 替自己找到一個理由 找到一個答案 尤其是等一下還有非常重要的情形 好嗎 好 感謝你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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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剛剛配分所談到 最後的那股力量 其實是這個 就好像是配分所談的 它也是一直在給 很多身邊的人 像是我 很多的力量 在一些 可能比較取向的時候 比較低一名的時候 它就會突然出現 在你身邊 然後讓你拿到一股 巨大的力量 好像剛剛給分享的 在接下來的這兩場活動裡面 都有這樣一股巨大的力量 而就在台灣 我相信這件事情 它也絕對不是平空發生的 一定也是我們的總心 想盡辦法去爭取 想盡辦法去教授 才有其實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再一次我們給總經理 合作的部分